是的 你check了吗 哇 来到了这一个 对科技增长知识的时候 而且这一次你check了吗 就跟到Google有关系 也跟到你们的Gmail有关系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Gmail我们其实 会有很多垃圾讯息 垃圾文件 垃圾的邮件 这一次Google加强对欺诈的管控 Gmail新规要求日发送 新规要求每日发送超过5000封邮件的 这个账号进行验证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其实有很多大牌公司 他们要send出一些promotion 甚至一些诈骗的 他们就会发很多群发这样子 所以这一次Google就更新了 这一个要求 就是要求如果你要发超过5000封的 这个邮件你就要通过这个验证 假设验证成功了 才能够有这个机会 可以去发5000封邮件 或者是以上的这个邮件 所以Google我觉得这一步做得很棒 因为帮我们解决了好多烦恼 那种垃圾文件 那么接下来下一则新闻 OpenAI公布免登录访问TrackGPT 但是功能将会有所局限 为什么会这样子说呢 因为其实TrackGPT一路以来 其实都需要你登录了过后 才能够使用它的这个方法嘛 而且TrackGPT在现在已经非常非常多人 都很熟用了 但是这一次呢 它为了用户们的这个简单 所以它就开发了这个免费登录 你可以有一次性的这个聊天机会 但是它的缺点就在于 不会留任何的聊天记录 但是这些我觉得也是很好的 因为你可以很方便的马上用 但是呢 其实OpenAI又说了 其实还是推荐大家去注册一个ID 这样子呢 你可以留住你之前呢 有去问TrackGPT啊 就是有什么样的这个咨询啊 甚至是一些翻译啊 都可以找回来 所以我觉得这个 这个给人家尝试的这个 感觉是蛮不错的 马上进入下一则呢 有的就是关机也能追踪 Google通知 本月将上线 FindMyDevice服务 哇 这个我觉得有点像是 FindMyiPhone FindApple这一个感觉 因为是呢 Apple呢 就是有一个功能是可以 就是只要你的电话被偷啊 甚至是电话遗留在哪里呢 它就会通知你说 有这个位置可以追踪啦 那么这一次呢 Google也是有这个功能啊 而且呢 它也出了另外一个功能呢 也就像是 这个FastPay 这个配件 这个配件呢 其实你可以放在你的 锁时扣啊 手机啊 甚至包包里面啊 都有机会 可以就是追踪到这个位置 就有些人可能是 大头侠啊 他们会比较 时常会忘记这个 忘记那个 就适合买这个东西啦 所以我觉得 Google在这一方面呢 真的是做了全新的改造 也为Android的用户们呢 添加了一份色彩啦 马上来看看一下 今天的开箱Promo Huawei刚刚最新推出的 华为Nova 12系列 乍看之下 很容易就可以分辨出 哪一架是 Nova 12 SE Nova 12i 还有Nova 12S 尤其是在降机模组上 刻上了Nova的logo 有点像明表的感觉 握感不错 也很轻巧 50MB的后置 虽然在数据上 比其他的两架的 108MB小 但拍出来的照片 在细节上和颜色上 都比较sharp 尤其是在人像 Huawei Nova 12S 还有12 SE 都用上了4500mAh的 电池容量 66瓦的Huawei Super Charge Huawei就拥有 5000mAh的电池 配上40瓦的快充 我觉得这台手机 真的是非常非常适合 为什么 Blue color 它的颜色也是Blue color 所以现在的手机 已经不单单只是 它的这个里面的性能 升级了 而且它的外表 跟它一些外形 手感触感 其实也是为了很多用户 来着想来打造的 就像这个有蓝色 也有绿色 甚至是可能以后 我不懂会不会有 以后的那个时代是 我今天想要买一台手机 然后我可以自己 design这个颜色 它的手感 它的触感 它的形状 我要圆形的 橢圆形的 还是长方形四方形 都有这个可能 我觉得现在的这个科技 非常的发达 所以今天你长知识了吗 我们进一段广告 过后 待会再回来